甜食品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甜食品幫各位介紹的 烤油味炸的這個系列 今天想要幫各位介紹的 是我們還蠻特別的一個品項 把它定義叫做 古早味的香醋炸粉 古早味的香醋炸粉 之前幫各位介紹過原味的系列 今天從它的衍生性的品項 來做一個推薦 今天所推薦的適法其中口味 有一個竹炭 起司 竹炭起司 還有我們的紅麴 還有我們的鐵瓜粒 還有我們的燒麵口味 因為就是說 原本的一個多功能香醋炸粉 它除了可以炸熱狗 炸銀條酥 炸其他這種蘿蔔糕 它只要沾過這些麵糊 下去做一個油炸 類似有點炸麵液的這種感覺 我們主要的一個成分 原料就是跟我們沿用的那一支 基本上是大小異 從我們的竹炭 從我們的起司 紅麴 甚至我們可以放出一支 茶類的一個部分 茶粉的部分呢 我們經過測試 我們浸過了烏茶 浸過了紅茶 我們後面發現就是說 烏龍跟鐵瓜粒呢 用在這個麵糊式的一個炸麵當中 其實油炸完之後的風味呢 還蠻特別的 可以滷出它微微的一個茶香的風味 那這個也是呢 我們把它錄到我們今天的一個推薦裡面 我們希望是透過這五款不同的一個配色 讓客戶呢 你在使用這個多多的香醜炸粉的時候 也能去創造出你產品的一個面衣上 呈現上的一個不同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一個企業的一個衍生商品 要去跟各位去做一個推薦 這個 果爪味的香醜炸粉呢 它比較偏向於所謂的炸麵衣的這種感覺 它的一個小麥麵粉的一個成分的比例呢 會是比較高的 你看看喔 成分表的一個展開 為了讓這個炸麵糊炸麵衣 它的顏色風味色情 能夠取得一個平衡 那也加一些蛋黃粉 加一些奶粉 那還有就是讓它能夠 形成酥脆的一個感覺 所以說 它的這個甜呢 就是延伸在我們的一個麵衣的一個當中 它整個炸麵呈現的顏色呢 就是希望我們的一個主題為主 遇到的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客人常常都問 就是這樣 那它很簡單 如果是說我要炸熱狗 或者是做炸所謂的是香腸 我希望比較濃稠的一個麵衣 我希望當果一次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下鍋油炸 那這時候你們加水量一公斤 我們接一次五百六到六百之間 那可是呢 這個池啊 有些客戶剛開始強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哇 好醜 腳不開怎麼辦 因為這一種不屬於 那我們的一個麵粉 墊粉 它進行一個叫做水和動作 它要吃水 水和動作 就是麵粉與水以慢速攪拌均勻後 靜置30到60分鐘 在此期間 麵粉將有足夠的時間吸收水分 並發展麵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種也就是說 大家最常炸的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一些 各個不同的一個景點 像我在賣 賣 炸銀角酥的 我從栗子 從銀角 從山藥 從莲子 從芋頭 花生 南瓜嘛 又屬地瓜 豆腐膏 這些食材 都可以專注這個麵衣水 這個麵衣濃稠度調和比例為 一比0.76至0.8 一公斤的玉瓣粉 沸上760至800克的水 那這個麵 吃完水之後 原來水量增加了 你可以很激烈地把它完全破開 那它們裹的方式就是把它整個 靈角嗎 還是實際上這個直接泡到軟 在一個麵箱裡面 再用筷子用假的 要是用手拿的 把它丟到我們一個 餐廳裡去做油炸 第二種的一個加水比例呢 應用的方法是做裹飯的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它另外一種延伸板 它的加水量超過 所謂的1.1 我一公斤的粉 我可能加到1200 1300 1400 調的更稀了 我們把它調的特別稀 現在會油炸 雖然會有很多油泡 冒在上面 可是它炸得完起來 通常我整個 我要的就是一個 防酥 防碎的感覺而已 它的 炸物等身的一個 安全率還是比較高的時候呢 它 不能放太久 那你放久的時候呢 當然滅衣 你的塑膠感覺不在 所以說我們要命名就是說 這是所謂的 多功能的一個小炸物 三種不同的一個加水 可以決定就是說 我們要炸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在調整 漿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的一點 第二個 有一些 如果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炸物炸熟 要嘛去控制它的時間 調整它的溫度 我們就可以設定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去做一個完整 可是這支油魚 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它的其它的 墊粉的比例比較少 我們不能用所謂的快速 或者是中高油溫的方式 才去做油炸 這種麵糊類的一個麵衣 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慢慢的把水慢慢逼出來 你如果逼得太快的時候 你的麵漿的果衣容易會裂開 有裂狀會不漂亮 那水噸炸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太乾 那邊咬起來又比較硬一點點 口感沒有那麼好 除了第三種炸飽 炸麵糕可能快速 但因為它散味器比較短 很多如果用到第一種跟第二種的 你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我們它是屬於中低油溫的油炸方式 中低油溫的油炸方式 可能都設定在140-150度左右而已 我慢慢把麵衣當中的水分 慢慢逼出來 它慢慢逼的時候 它整個一個包裹性又很完整 第二個 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我的菱角 我可以放很久 酥脆感 跟一般炸雞的一個面液的酥脆感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次多功能的香氣炸粉 各位在油炸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這個中低油溫 那當然我可以一次炸完 通常這種東西 你把它看賣熱狗的 賣菱角酥的 通常很早現場在炸 因為它還要再灰炸 所以說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先炸到八分鐘九分鐘 後面整個定型完之後 客人點的時候 再回炸一下 其實就很快了 又把它去一點油 又把它的酥脆感到拉出來 那整個產品的一個呈現 就相當的完美了 OK 那我們今天再特別推薦了這五款 調味道的多功能香氣炸粉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它整個炸出來的成品 跟成果的一個展示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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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